这个容器是用那个3C雕塑土包了一个宝特瓶 那这个宝特瓶我们是找那个850cc的宝特瓶方形的 然后你就把上面的上面这边剪开了以后再剪掉一个面 那这个面剪完了以后再来补这个小小的缺口 这缺口用胶带补上去以后再用3C雕塑土薄薄的把它全部包起来 包起来以后你再粘上两块木条 这样整个作品看起来比较完整 就是要有木条 看起来比较完整而且也比较扎实 这个作品主要是介绍圣经里面的一个金句 这是圣经 这是一条路代表路 这个我们把它金句把它图像化了 那两边的图案都一样 那这个字体呢是浮雕式的 就是浮起来然后你照着苗就可以了 那这个是双鱼的双鱼两边都一样 两边都一样 那这个3C雕塑土呢它是自然干的土不用烧 掉到地上不会破 那这个颜色是用压克力颜料擦的 压克力颜料干了以后是防水性 所以你作品脏的时候你用水去刷洗没有关系 这个容器里面是宝特瓶可以装水也可以装培养土来种植盆栽 那因为它造型比较浅薄嘛适合种植盆栽 那我就拿来种这个室内的植物 因为这个容器不适合放在室外 这一个这个种的种的是葫芦桶 葫芦桶它的品种有很多几百种有 可是这个是比较 比较讨喜的黄金葫芦桶 它圆月的 这葫芦桶都是耐荫的植物 很好种 那扦插就可以了